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待机之谜》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尼斯湖水怪 波涛中的阴影 2.湖中传说 尼斯湖水怪的历史追踪 3.科学的网 捕捉尼斯湖的未知生物 内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尼斯湖水怪 波涛中的阴影 尼斯湖水怪 又名尼斯湖怪物或者affectionately称为尼西 是居住在苏格兰高地的尼斯湖中的一位非常害羞的名人 自1933年首次被报纸报道以来 尼西就成为了神秘生物爱好者 神秘主义者和偶尔的科学家们热议的话题 尼西的形象通常被描述为长颈 驼背 类似恐龙的生物 有点像是侏罗纪时代的游泳恐龙 蛇颈龙 误打误撞 穿越时空来到了21世纪 让我们来探索一下这个波涛中的阴影 它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尼斯湖是一个非常适合隐藏秘密的地方 这个湖深达230米 水域面积约56.4平方公里 水下能见度极差 因为水中含有大量泥碳 所以说 如果尼西想藏起来 那真是在合适不过了 然而 尽管有无数的目击报告和一些模糊的照片 尼斯湖水怪的真实身份至今仍然是个谜 有人说它是一种未知的史前生物 有人猜测它可能是一条巨大的鰻鱼 也有人认为 这一切不过是错觉 民间传说或者是精心策划的恶作剧 科学家们曾经尝试用各种方法来揭开尼西的真面目 从声纳扫描到DNA样本分析 但结果往往是 找到了很多余 一些水生植物和大量的游客希望 至于尼西本人 似乎总是巧妙地避开了科学的目光 有趣的是 尼斯湖水怪的传说 对当地旅游业有着不可小觑的贡献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尼斯湖 希望能亲眼目睹这个传说中的生物 商店里充斥着尼西的纪念品 从T恤到咖啡杯 从毛绒玩具到各种各样的书籍 尼西无疑成为了当地经济的一大支柱 总的来说 尼斯湖水怪是一个完美的神秘故事元素 有历史 有神秘 有目击者 还有科学无法完全解释的现象 尼西是否真的存在 可能永远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但这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 毕竟 谁不喜欢一个好的故事呢 尼西 这位波涛中的阴影 无疑是我们人类喜欢探索未知 编织传说的天性的一个生动体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湖中传说 尼斯湖水怪的历史追踪 当然 尼斯湖水怪 或者亲切地称为尼斯湖怪物 Nassie 是一位非常害羞的名人 她 假设她是她 居住在苏格兰高地的尼斯湖中 据说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尼斯湖怪物的故事 是一个完美的混合体 一部分历史 一部分神秘 再加上一点点现代营销的魔力 首先 让我们回到公元565年 当时的圣德伦巴 S.T.Colomba 据说遇到了一位不太友好的水生生物 根据传说 这位圣人驱使怪物 远离了一位在湖中游泳的秀士 然而 这个故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 可能是因为 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湖中生物的传说 已经司空见惯 快进到1933年 尼斯湖怪物的现代传说开始形成 一对夫妇声称 在新修建的道路旁 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生物穿过湖面 随后的1934年 我们得到了著名的外科医生的照片 显示了一个场景的生物 在水中探透探脑 今晚后来这张照片被证实是个骗局 但尼斯湖怪物的名声已经远播 从那时起 尼斯湖怪物就成了民间传说 科学研究和旅游营销的焦点 一方面 有人坚信 尼斯湖中确实有一个未知的生物 可能是史前时代的一种 比如一种场景恶或者水生恐龙 另一方面 华语论者认为 所谓的目击报告 不过是木头 波纹或者游泳的动物 造成了错觉 不过 尼斯湖怪物的传说 对当地经济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蜂拥而至 希望能够一睹尼斯的风采 纪念品商店 充斥着各种尼斯湖怪物的玩偶 T恤和其他纪念品 而尼斯湖怪物观光游 则是当地旅游业的重头戏 科学家们也不甘落后 他们使用了声纳扫描 水下无人机 甚至是DNA取样等现代技术 来探索湖中的秘密 到目前为止 尽管有些有趣的发现 比如大量的鰻与DNA 但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尼斯湖中有一个巨大的未知生物 总的来说 尼斯湖怪物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展示了人类对未知的迷恋 和对神秘事物的永恒好奇心 无论尼斯湖中是否真的有怪物 这个传说都已经成为 我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提醒我们 世界上总有一些事物 是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 而且 让我们诚实一点 谁不喜欢一个好的湖中怪物故事呢 尤其是在一个寒冷的苏格兰夜晚 围坐在壁炉旁 品着一杯热苏格兰威士忌 干杯 尼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科学的网 捕捉尼斯湖的未知生物 各位亲爱的狐怪猎人 神秘生物爱好者 以及对科学有着无尽好奇心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 让科学家们既头疼又着迷的话题 尼斯湖的未知生物 俗称尼斯湖水怪或尼西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尼斯湖水怪真的存在 它可能是世界上最擅长藏匿的生物 甚至可以申请一个 湖中隐形冠军的称号 毕竟 这家伙在湖里躲了几百年 除了偶尔露个脸让游客拍照之外 它的生活可谓是相当低调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科学 科学家们可不满足于 仅仅是拍照留念 他们想要的是证据 为了捕捉这个未知生物 科学家们布下了一张精密的网 不是实体的网 而是一系列的科学调查和技术手段 首先 有人使用了声纳技术 这是一种通过发射声波并 接受其回声来探测水下物体的方法 声纳扫描 可以帮助科学家们绘制湖底地形 并寻找可能的水怪踪迹 不过 到目前为止 声纳似乎只捕捉到了 一些大型鱼类和湖底的疏感 而非传说中的巨型生物 接着 有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更加精妙的方法 环境DNA Adena 检测 这种技术 可以从水样中提取DNA 分析其中包含的生物信息 这就像是对湖水进行法医分析 看看有哪些生物 曾经在这里游泳 或者留下了褪皮 鳞片 排泄物等 这种方法的美妙之处在于 即使尼斯湖水怪 是个羞羞答答的影视 只要它在水里留下了一丝线索 科学家们就有可能找到它 当然 这些科学探索 并不总是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有时候 它们只是加深了谜团 或者揭示了湖中其他有趣的生态现象 但这正是科学的魅力所在 即使我们无法捕捉到传说中的生物 我们仍然能够学习到 许多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 最后 不管尼斯湖水怪是否真的存在 它都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 激发了无数人的想象力和探索欲 而科学的网 就像是我们的智慧和好奇心的延伸 无论结果如何 这个探索的过程 本身就是对人类知识的一次丰富和扩展 所以 让我们继续投入这场湖中的大捕捉 谁知道呢 也许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够揭开尼斯湖水怪之谜 亲爱的观众们 尼斯湖水怪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话题 尽管科学家们尝试了各种方法 但尼西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个谜 我们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什么 是史前生物 巨大鰻鱼 还是幻觉呢 但这正是使尼斯湖水怪如此吸引人的地方 无论尼斯湖水怪的真实身份如何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探索欲 无论是信仰者还是怀疑论者 我们都对为之充满好奇 而且让我们诚实一点 谁不喜欢一个好的故事呢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我想知道你们对尼斯湖水怪的看法 你们相信它的存在吗 你们认为它可能是什么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波涛中的阴影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公园的 Rog quatre 碍 海苹